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早晨 早晨Steven 回到星期一看事的时间 星期六日周末的时候 中国向美国加征关税 特朗普马上回来 还要向美企呼吁撤出中国 两边都晒冷 似乎有全面开打的迹象 现在全球资金开始比较恐慌 美股在星期五已经大跌 上周五道指跌2.3% 报25628点 跌了600多点 纳指跌3% 报7751点 标普500跌2.5% 报2847点 三大指数都大跌的时候 大家都会预期到 今日的港股 都会比较跟随外围 都是低开的 没错 恒生指数其实就已经开出了 报一报再讲隔夜美国的东西 现时恒生指数 低开25322点 低开857点 当然在位置上 已经跌穿了上周和前周中间 有个裂口位置的底部 那些位置是257 现时已经下了253这些水平 当然看一看转头 究竟低开之后 是高走 亦或低走 但情况在于 当然 不是未试过 有些叫低开高走的大阳烛 不过就不要太期望 每次都发生 整体有机会转谈的多 始终在基本因素方面 相信今次大晒冷的时候 对于双方 无论是汇市 以至经济 都有很大打击 现在恒指的话 相信都有机会 要试前底24,900 亦都是1月初底 所以现在都很危险 对 没错 有货的朋友 重货的朋友 自己看着仓位 都欢迎你们尽快 将你们紧张关注的股份 写在YouTube、Facebook 不过首先都建议大家 不要太过进取 就问哪一只买不买 是的 我以为会说京方走 原来没有京方 他们当别人恐惧 是我贪婪 不知会不会一次又这样 两次又这样 三次都是低开走走 或三次终于低开走走 不知 不过 愿意起码 就算真的很想留下 都先看开市之后的表现 其实当然 沽货亦都应该 看开市之后的表现 所以你们先留下留言 因为都要看个别情况 正常我们都会开市之后 才回答大家 是的 继续可以留言 继续说回外围 刚才你是否想看美股方面的走势 是的 道指借近200天线的水平 就是红色线 这是大阴烛 低开低走 因为第一次 应该这么说 第一个消息 就是中方做反制的时候 在傍晚发出 美股其实是低开的 不过曾经一度倒升 其实那一下相当容易消化 因为中方方面 他们反制的做法 金额相当之小 750亿的货品 可能受影响的因素 就稍微小一点 不过到美方都出现 叫所有美国企业离开 是的 甚至乎再加码的情况 其实就进一步 才令到市出现了大阴烛 你留意大阴烛成交相当之大 明显地增加了 而且刚刚去到200天线 其实是有沽压在 留意S&P500指数 S&P500指数的时候 亦出现了一支 像样的大阴烛 亦是向下挨近之前的低位 不过同样地 跟之前一样 就未曾说要低到 去挑战一些200天线 顺便看看 纳斯达克指数 以科技股为首 其实也是出现大阴烛 同样地 都是挑战之前的低位 但是未曾去到200天线 看完外卫美股走势的时候 都可以看一看油金匯 其实现在情况 除了大家踊跃去看看做淡之外 唯一可以考虑入的 都是为金方面的资产 金股、ETF等等 有价就继续低走 看到金价都在局势紧张的时候 都继续有彈 12月的黄金期货 上个星期五就收升1.9% 報媒央市1537.6美元 都是又创了新高 金价就升穿了1550 有创了新高 星期五的时候 可能都是避险 需求 市场 股市大股 金价相对受惠一点 今天要看个别的金股 在香港的表现 譬如以山东黄金 山东黄金现在高开11% 去到20.7% 这是最厉害的 平时它也是比较波幅大 比招金弹得比较厉害 招金弹得厉害 跌得厉害 波幅厉害 另外100-100招金 没有那么夸张的升幅 都高开5% 还有2840 Spider金ETF相对波幅更加小 高开2% 没错 跟手看看银股 815 这些也是刺激东西 中国白银集团高开 高开是15个百分点 1815 金猫、银猫 也是同样地高开 高开是14% 反应就是资金又马上衝进商品市场 如果这样的形势看来 金价还可以继续看好 是的 本身就说减息周期 已经有这个因素了 没错 上个星期 看看它又放得不够多夹 金价价价价价值 就额在1500附近的水平 一下子 隔夜发生这么多事 立刻冲上去 上个星期又回一回 看看现在这个时间 也算是一个会员之后 但也是一个考虑的位置 会员之后 但其实还创新高 没错 大家就留意 好了 现在是29分 我们去一去广告 转头30分 准时和大家开始 好 转头见 好 回来节目时间 恒指今早就低开857点 现在都在开市委附近 跌着860点 老二问5315点 是的 大市低开 记住 857就是低开幅度 看看转头究竟是 再确阔或收窄 这个就是我们 首先用来判断 究竟那个沽压 有没有进一步加大 这样的情况 跟着 你是否想画画恒生指数 是的 24900 其实大家都记得 如果看开的话 是的 距离的位置 暂时还有400多点 顺便更新一下 虽然这个不是跌市唯一原因 就是牛熊症街货的数目 义时向下的时候 最多新增在25800点 当然死了 最重仓 25600点 当然都死了 不过所谓的最重仓 或者最多新增 其实都只不过 25800点 有450张 25600点 有550张 其余下方其实都挺松散的 反之上方的沽压 最多新增的熊症 都是26700有510张 26500有820张 相对熊症比较多一些 不过当然 记住 我都说了 这个不只是唯一的口语因素 这期牛熊症街货也不算很重仓 没错 看到YouTube上 Jason Simon 大家在估计指数 Jason Simon说 譚sir有货是否要走光 会否跌到22000点 不要这样问 不如说数目 要按个别情况 谁知你是否拿着金股 我怎会叫你走 无需恐慌到一律都走光 除非全部平开的话 我会跟你说全部都走光 因为不如走光 然后再看究竟跌成如何 如果现在各自有些个别 有不同的跌幅 那当然是拿出个数目 Kell说 香港政局恶化 是否建议24540点以下的结果 的机会如何 大家都估计 在估计跌到哪裏 暂时不可以看得太好 不过第一步 都是前底24900 没错 大家在看可否进入7500 我见到很多朋友都 RingTem就说 现价可否可以进入呢 还有初阿妈都说 现价入好像太高 对不对 幸好1300就未走 其实没有说太不太高 你先说 我觉得可以进入 但如果今早低开这么多 都会看下早上的反应 看下会否有个 如果怕太高 下会否有好点的位置可以进入 初步现在这样看 虽然真是言之上早 暂时恒生指数的跌幅 稍为收窄一点 不敢说很多 五六十点坐近 其实都是四五十点 应该这样说 看看究竟在低位 有没有什么买盘 当然开出的时候 立刻跟着做 错误的机会其实都大 所以看一看市场 稍为会否有更好的位置 给你做 整体 就算是跌浪的反弹 这个已经强调了 差不多两个星期了 所以你买是应该对方向的 参载 就是可否有更好的位置 譬如如果今天 这么有行地 又开到较大的阳烛 那当然 就可以再等一等 但是今天的机会 我自己的看法 就审慎一点 不敢抱太乐观的预期 好 接着KF想骂一只1579 他就想看看 什么位置可以加注 移海 现时就是报44.75 移海1579 目前现在这样看法 似乎都站得硬的 都硬的 但它的势势 在高位置回了一点 都在跌2.5% 没错 跌2.5% 我觉得 今天 叫做低开之后 一度低走 现在去开市位 看看是否真的有力 可以上升 就算是很有节制地算数 不敢说人人跌 不跌 虽然它是多头排列 而且这一浪 没有怎么破坏到图表 但是因为业绩出了 你说真的去充劲些什么 其实按道理 就反映得七七八八 所以我就会说 再看定些 或者当事业 就算站定的话 可能不是进去 可能是进去其他东西 那就不要急 现价来说 就一般地住了 没错 如果真的要见支持 可能都要去到四十元附近 到当时就是 还行得久一点的位置 就会有支持一点 没错 接着就看1030 Mandy就说 譚sir1030 6.5号三入了 要止蚀吗 今天都低开之后 有个少少阳烛 其实公司 我不知道它是否买来 就博业绩 因为刚刚周末公司出业绩 会不会心想 其实之前公司发生了这么多事 都不关本业事 那会不会当出了本业业绩的时候 可以为公司的股价平凡呢 股价现在低开刀 不过都要跌3.7个百分点 我都先回覆一下它的业绩 新城发展1030 纯丽15.3亿人仔 按年跌了4.2个百分点 不算很多 营业额175亿人仔 按年跌了9.5个百分点 整体来说 数字都不算差 不过又这么说 股价较早之前 其实下来之后 我觉得 是不会真的回到10元以上 给你了 那个时代应该都终结了 就算它是业绩情出回来之后 它证明其实它是业务清白 如果没有事的话 我想都是徘徊在5-6元水平这些位置 所以不如这样 虽然虽然 其实你买入那刻 都算是弱势股 用着我的意见 用着较早之前的低位 正正就是Vivian 5-7.9 对 5-7.9 只要不穿那些位置 就算数了 好 接下来 KY就想看一只2359的 若明康德 上个星期都爆得很厉害 很厉害 今天跟着大使回的时候 看到它也回了一点 但又是有个阳烛支持 开阳烛 先不要搞它 如果用最快银食的手法 那支阴烛再穿 就当是高位了结 大概是83.75元 83.75元 现时84.75元都有找 84.8元 所以都有一元税 可以暂时观望 虽然不敢太期望 市场一路跌 它一路爆 没什么可能 因为没有额外的利好 但情况就是先照顾 好 接下来Monica 就有两只很重瘡 中银香港2388 和3号梅希 中银香港已经不是今时今日的事 是啊 那怎么好呢 它之前也有横行了两个月的位置 其实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 是啊 股份都告诉大家 空头排列 股份空头排列 就不是说你走了之后 会不会弹回 还是会不会突然间意外发生会急升 已经不能够太过期望意外经常发生 所以我自己看股价这样震荡向下行 空头排列的时候 最主要是因为胆息周期 导致银行的胜利息叉收窄 人民币虽然中银香港 即刻虽然给你提 因为你都知道它是人民币 境外结算的角色 非常强 受影响多些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纯粹叫做单日低开 稍微按高一点 好过没有 但是真的要找到位置稍微了缺 我觉得要找位置走 小心不要再穿前底25.5毫半 是啊 始终现在这样的走势 都是比较差一点 有机会再下走 当着它今天叫做低开刀爪 放它在一条生路 但是后市 你不要再穿8月份低位 25.5毫半 所以之前想反弹一下 都没有力量再下来 是啊 没错 所以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因为是空头 很多是收息型 房托型 房托型 地产型 那些全部都变成型 是啊 它还有一个是煤气 都是一个收息长渣之损 都匯得很厉害 今天又再跌了3% 15.34 看回一个大一点的图 其实它就穿了250天的牛红线 之前都说通常去到这些位置 都会弹 现在不弹 现在就弹也不弹 都挺恐怖 要小心住 即是说在过去这三年里头 一直习以为常的 一个250天牛红分界线 必见底反弹 甚至上升高的规律就破了 当然了 要变成多差 真是没得很猜 不过呢 就要 alert 要正视 当过往的玩法已经不同了的时候 即是证明了 可以再插心一点 我只是看法 又是那句 at least都不要再加 不要再急着留下 尤其是这些位置 以为它站到 怎知道都要破 同时间要做好心理准备 究竟下一个位置会去到哪里 如果现在去看过去三年以来 下一个重仓位 就有可能真的去到至少 都要15元齐头 甚至乎14.5元 14.5元 是18年曾经一个浪顶 之后就跌大下去 再上升 所以14.5元 你假定14.5元才有一个真正的支持 所以不到那些位置 你不要太过进取 去加或去骂 但是呢 现时的货 你自己即管贴着 Jason还说 现在是否有机会买呢 买什么 梅器 就是说梅器 我常常都处于一个 想骂他的态度 你帮他平反 66元 66元 这两个是否有机会买 那梅器也不好 66元我不想平它 现在特别是这些领展港铁 都是比较受着 本地因素影响得多 梅器没有受影响那么多 但是也是大跌 我想现在这一类股份 都没有卖 昨天又常常又不开车 只是从生意里头 你自己都 总之不要看着 而且他主要地产就受到影响 他们达了66元 Mary就说66元 Mandy就说66元 今天吃了 恭喜 我想有机会 今天暂时没有穿前底 恭喜 现在这样 是的 他也赚了一串 难得你又突然找到这一类去达 对 我跌到3% 应该都少 他应该比较少这些工具 所以就是 吃了 OK 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反正他曾经一度低走之后 现在暂时尝试返回开市价 也未必代表太坏 所以就 而且他有一条牛红鲜 刚刚在上个底位的时候 未至于touch 差一点点 今天也未touch到 反正也稍微高走一点点 吃了我觉得很合到好处 未必说他一定会坏得下 因为他来到这些位置 暂时还有一条牛红鱼 是的 至于煤气就穿了 我觉得如果再穿深下去 都要去正止这个问题 是的 我觉得 都要考虑要不要止 如果再穿深 因为今天第一日失去 要小心一点 因为 如果看回过往 过往的规律 都破得 真的要隔外留神 是的 很多以为不会发生的事 都发生了 现在 都是 接着KF说 6098 又是想加注 可不可以失去20元再加注 这个6098其实挺厉害的 业绩又强劲 挺大胆的 跌市 现在还有20.75元 今天其实可以20.1元 有没有可以再加注 如果他这样穿下去 又未必好加注 因为他都站得稳 在这些位置 前顶就19.86元 你如果穿下去又比较差 如果你碰到20元 正正20元 或者可能穿一穿下 那种 可能立刻有支持 上升那种 就可以考虑 但是你本身有货 又必要买同一只 不用了 是的 可能初步我都会觉得 其实今天 那些股份 就不是全部都跌到狠狠的 老实 如果现在的指数 其实跌超过3% 跌成800多点 我看回在成交额榜上 很多股份跌成4-6% 那些我觉得是正常 是 其实最大部分都是做到这些跌幅 就是万周 那些内银 招行 融创 那些 其实这些是正常跌幅 因为 它本身都大波动 那些股份是实波动的 是 所以 那些股份跌4-6%是很合理的 当然是伤的 但是很合理 但是有些股份如果是能够升的 甚至乎是可以叫做低开高走 它会把跌幅收窄了很大部分 那我又觉得可以多看一会 是的 但未至于用也要加 是的 譬如它6098那么厉害 那就可以继续继续 是的 是的 回答问题永远答不完 但是我想在这节目 轻轻都说多半分钟 好 说到美团 是的 很厉害 其实都想看 但是看不及太多东西看了 美团一句详细不说 一言和预期 其实它是亏损 不过 由上年第一 不是上年 是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它的收入增长 是以倍数升 是很英俊 也就是那句 如果不只是看底线 我没有说底线的顺利不重要 如果看底线的收益 其实公司预计了是好业绩的 是 出了业绩之后 果然可以逆市大升 现在6.7%了 还有呢 对上个星期 我也是这样说的 其实它企稳70 就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上市以来 尤其是Day2 最高是74元 现在破了顶了 现在呢 未收定 不过呢 就已经74元以上了 74.9 有货 朋友恭喜了 一个这样的市 都可以大升给你 是的 又不要那么快收割 真是成性追击 当然了 未买就不要买了 但是呢 博对了业绩 所以呢 有货 保持住它 3日半日的时候 才再更新大家 是的 好 这一支时间到这里 我们就中五十五点四十五分 回来再和大家看市 到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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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